有的人时时刻刻在交易 甚至怕自己效率低下 靠写程序来进行量化交易 妄图捕捉市场上的每一个获利机会 有的人隔几天交易一次 有的人一年也不一定交易一次 先不管究竟是什么 决定了这些人的交易频率 现在更重要的是 交易频率究竟会影响到哪些结果呢 有这么个屋子里的大象 即那种显而易见 却被人们全然无视的现象 交易频次越高 交易越是接近零和游戏 智者们早就反复提醒过 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 挫折不同 但意思是一回事 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 交易市场短期来看是投票机 长期来看是称重机 所以韭菜想要翻身 说一千到亿万只有一条路可走 降低交易频次 降低降低再降低 千万别不信 只要你在频繁交易 你就依然是一根韭菜而已 降低交易频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很多高手都劝新手不要频繁交易 只不过他们拿出来的根据虽然极其有道理 但是新手并不在意 频繁交易的结果就是交易手续费累积 累积到吞噬你的所有利润和本金 我们已经知道几乎所有新手都犯的错误是 误以为自己参与的是零和游戏 所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最终沦为韭菜 但是绝大多数人压根就没意识到的是 随着他们交易频率的提高 他们真的越来越接近于 在乐此不疲的玩一个零和游戏 最可怕的是交易市场里的零和游戏 宏观来看只有交易所是赢家 除了他之外都会输的 虽然玩家之间在交易 但交易所在收手续费 无论玩家双方的输赢如何 于是你赢的时候被抽走一点点 你输的时候也被抽走一点点 而对方无论输赢也同样被抽走一点点 结论是什么 事实上交易市场里永远没有零和游戏 韭菜的幻觉在于 他们用行动表明他们的坚信和坚持 他们认为自己的智商与体力 完全可以打败手续费 殊不知抽水是人类史上 唯一可以永续的商业模式 真的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打败的 看看世界各地的券商就明白了 降低交易频次的巨大好处在于另外一个方面 当交易频次越高的时候 回报风险比很难变高 而是变得越来越低 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突然产生巨大回报的可能性极低 虽然在一个波动巨大的市场里 偶尔会看到暴涨暴跌 但捕捉这些暴涨暴跌 恰恰是最危险的 是火中取利 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交易频率也非常高 等我想明白了开始主动降低交易频次之后 才有机会体会到 自己对回报的满足预值在不断提高 最后我甚至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规矩 涨到十倍之前就当它不存在 十倍是我在交易频次相对较高的时候 未曾想象过的回报级别 也许这个倍数将来我会为自己调整 但是这个数字 绝对是我长期多次主动降低交易频次之后 才能在我脑子里出现的东西 凭空无法异想 这事儿有点违背直觉 在交易市场里 越是短期的预测 越接近于抛应币 越是长期的预测 越容易接近真实的逻辑推断 所以降低交易频次的本质是拒绝抛应币 坚持逻辑推断 幻灯读书每天陪你进步一点点 相信时间的力量一起终身成长 下期再见 不想错过点滴进步记得点击订阅 再次准备点击